飯前滋味怎麼樣 會掛掉啊 最後一天 一大早 想不想 清晨 陽光照耀著我們 今天應該 地鐵應該有位子了吧 有位子跟毛線 我瘸腳了 有什麼好 一定要有位子 我們來到元朗 它這個叫大昌行司加工物流中心 其實就是一個快遞嘛 這是 英文 小了一點了 大部分就下來了 我們剛剛從洞庫出來快冷死了 所以說鏡頭會比較虎一點 那現在我們還是拍一些空鏡 它大昌行的一些食品加工 包括剛剛大家看到的洗粒比較顏色 其實早晨的這個採訪放了一個大計 這是第一次放 就是在錄製的時候錄完了發現主機位 因為我是雙機位採訪 主機位沒有開錄 其實索尼的這塊小煎瓶 它不像那些內錄機 它是整個錄製起來的時候是外框會紅色 索尼的只有這個標誌上面 在沒有錄製的時候是stand by 然後在錄製的時候才會顯示紅色 這個有的時候 一緊張會忘記看 以後一定要注意 你沒發現今天一整天都沒什麼講話 太累了 現在我們準備打車回酒店 走不動了 然後下午就回家啦 把他們朋友去買一個痛風的藥 所以說千萬不能亂吃東西 不要看到什麼好吃的就吃 會痛死掉的 有沒有急性痛風的藥 痛風的 對 有吧 我們準備回深圳啦 在聞家 蛤 在聞家 醫生說放後吃啊 吃一顆就好啦 飯前吃會怎麼樣 會掛掉啊 不會吧 誒 誒 太好了 掛了 哈哈哈 基本上我們香港五天的行程 拍攝 不是來香港逛街 不是來玩的 來香港 如果來玩的話 建議大家一定要準備一雙 非常好走路的運動鞋 不要動風 因為在香港出行 不像在我們內地一樣 有各種的共享單車可以讓你騎的 在香港最大的交通工具就是地鐵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我之前的拍的Vlog 裡面 每天都在地鐵站裡面 那打車呢 有的時候真不好打 像我們今天在元朗裡面 比較偏 像打一台車就很難打到 所以說建議大家一定要準備一雙好的這個跑鞋 然後往上回到酒店 可以拿這個酒店你的枕頭 可以墊在你的腳下 你把你的腳翹高 這樣可以放鬆自己的腳步 讓腳步的血液循環會好一些 這樣就不會第二天就不會痠疼了 對吧 你看不像我們這位 看到了 我是他媽痛風 跟他媽的 會有沒有墊腳這兩回事好不好 來一趟香港拍攝都變成這樣 你想多可怕 所以說建議大家 還有能不帶的東西盡量不帶 所以說輕便出行這是最好的 推薦這兩個APP 一個叫這個 紅色的這個跟藍色的這個 這兩個APP 這個是港島的巴士 這個是九龍的巴士 他們比較好的是你點進去之後呢 這個巴士站離你多遠 下一個下一個班次的巴士 多久來 百分之百非常準確 不要痛風 痛風你只能打車了 打車好貴啊 我們先從外角過來 然後換成東鐵線 現在我們搭地鐵到 羅湖 到羅湖過關了 到深圳見 我們到深圳北拉 然後現在去北站 大東鐵線回覆了 晚上很遲 我叫老婆來接我 你看他怎麼回答呢 他居然說我這麼遲到 他怎麼玩 這是不是親老婆 稍微會有一點晚點 好 深圳北 剛剛一上車就開始睡覺了 然後現在金色的開始剪片 只能在動車上吃這個了 不過他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哇這跟炸彈一樣的這個湯很屌 一拉一下就自動的回家熱了 哇你看 現在整碗湯都熱了 好厲害 好燙好燙好燙 我們終於到福州了 還是回來舒服 依然還是有 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訂閱 並且關注 如果你在YouTube上可以點個鈴鐺 讓我知道你來過 然後可以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我是攝影師陳文堅 我們下次見